青蛙傳奇賽第七名 康真廷 好 康真廷同學 拿到這個傳奇賽的第七名 康康發表第七名感人 我覺得我可以走到這邊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 很像 很像一個很像夢的冒險的感覺 然後經過這個比賽 我也遇到很多挫折 對 但我覺得 這是一個 讓我以後可以繼續唱下去的 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對 然後這也讓我覺得說 我是真的很熱愛唱歌 對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 讓大家聽到 就是我喜歡的音樂 喜歡的東西 傳遞給大家 對 然後我也會努力 你們 來…所有的戰友擁抱 這次回來 其實我們看到 他展現了更多的自信 然後還有在台上的颱風 他更加的能夠掌握 你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對音的細膩度 或者感情的傳達 所以繼續加油 雖然無緣總冠軍賽 但康康也參與黃林的小型音樂會 並約偶像合唱 黃林也鼓勵康康 要繼續堅持自己的夢想 剛剛唱了黃林的樣子 也讓很多台灣的朋友 知道黃林 他剛剛表現非常好 我也一直會關注他 加油 謝謝黃林 我會加油 8日22日 決戰傳奇冠軍賽 吳忠銘 劉銘香 魏如雲 葉瑋婷 張欣姐 顏藝可 究竟誰會是傳奇賽的總冠軍呢 8日22日晚上8點 總冠軍賽現場直播 三個月前 星光機徵選活動展開 目標就是找尋 下一位歌壇新生 除了全身跑透透的校園試唱會 以及北中南三場大型徵選會外 星光機更前進北京和新加坡 舉行海外徵選會 各路歌唱好手齊聚 累計超過5000人次試唱 第二階段復賽 在經過星光評審 以最專業的眼光 最嚴苛的標準把關下 共有78組人 將進入棚內錄影 一較高下 星光機過虎藏龍 各個身手不凡 妳是印度人 但是被華人夫妻收養 是不是 對 唱台語歌 黃毅玲的 愛你無條件 愛你無條件 來唱一下 愛你無條件 愛我用心管 愛你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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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恐怖 我在這裡她會怎樣 她的嘴還會 歌 歌 這個 很有那個口音 唱音獨特 滅絕事態的接班人出現了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找到這個滅絕事態的接班人了 對 你的中兵真的是不遑多讓加油 歌唱實力雄厚 又如張宇生在線 天天想你 天天問自己 真的非常精彩耶 好像那個時光隧道 那種沒有邊界的高音 真的是特別感動 特別感動 11歲的錢力新生 備受評審期待 沒有任何的雜念 是很直接的 勇敢的 對呀 我非常期待接下來的歌單 你會怎麼選歌 新宮史上頭一遭 第一次正式賽 就採取殘酷的PK制 選手們不僅要克服出自上場的緊張感 還要能在短時間內發揮實力 爭取評審對自己的青睞 高手過招 勝負難以預料 我報告一下 你是第一屆TVB超級巨聲年度總冠軍嗎 是 李嘉薇 你是馬來西亞全國歌唱比賽 三甲是什麼意思 三年甲班 沒有 就貴亞基君 都有得過這樣子 因為他是三甲都得過 兩位失禁請上座 請上座 請各位舉牌一二三 全新陣容 全新賽制 星光七 保證讓你耳目一新 超級星光大道 下周